大家好,歡迎收看由悠閒胡說提供的免費英文製作節目,我是JC 今期我會用粵語給大家介紹這次的產品 其實之前有很多小伙伴都覺得,我說國語的時候,國語口音特別普通 可能不止普通,還有些差,其實我也覺得自己的普通話有點普通 好,今次言歸正傳,說回今期的產品,我們會製作桃桃波波茶 其實桃桃波波茶的話,關注茶飲的小伙伴應該都會了解過 因為某一個品牌是專門來製作水蜜桃的產品 今次我們製作桃桃波波茶的方法,最主要是突出水蜜桃的香味和茶的底韻 所以我們不會放太多的糊料進去 今次我們用到的水果會用到北京水蜜桃 北京水蜜桃跟我們平時買回來的小水蜜桃有甚麼分別呢 首先,第一個,它的肉質會比較軟 所以我們做一個飲品的時候,飲進去口的時候會比較順滑 就不會像小的水蜜桃一樣,那麼清脆 有時候如果買到不夠熟的話,還會有一種生的味道 所以我們會用到北京水蜜桃去製作我們今次的一個產品 OK,然後除了水蜜桃之外,必不可笑的飲品 裡面的一個原料就是冰糖漿,或者用果糖也可以 但我們今次會用到悠閒胡雪的竹蔗冰糖漿來製作 然後,波波茶 波波茶裡面就肯定會有珍珠 我們今次會用到一個叫黃金珍珠的原料 OK,然後最重要是茶 我們會用到這個最近推出的一個無蜂活力綠茶 來製作我們一個波波茶的茶底 好,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來製作這杯桃果波波茶 好,首先我們先放入150克的水蜜桃果肉 好,放完果肉之後,我們會倒入竹蔗冰糖漿 好,放完糖漿之後,我們會放入悠閒胡的無蜂活力綠茶 好,加了綠茶之後,我們的冰塊就加到500毫升就可以了 好,然後我們把脆茶機的功能鍵調到調速鍵 然後我們打開開關 速度調到4-5就可以了 好,出品之前,我們在杯底放入我們的黃金珍珠 好,放完珍珠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桃桃茶底 倒入我們的出品杯裏面了 好,那這次這一期的桃桃波波茶就已經製作完成了 各位小夥伴,在我們製作這個桃桃波波茶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要選好我們的一個水蜜桃 如果這個水蜜桃不夠熟的話 它打出來的一個粉色的一個色會比較偏淡 會比較偏白色一些 所以我們選的時候,一定要選一些偏熟的水蜜桃來做 好,那如果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可以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後台留言給我們 如果還想知道一些更加詳細的製作產品的方法的話 可以去到這個二維碼 去了解我們的一個產品配分貨 或者是一個營銷的配分貨 就可以送我們這個二維碼 加一下去了解我們的課程 還有的就是,有任何的疑問 或者還想看其他更多的視頻的話 可以去加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去到後台回覆相應的內容 就會彈出相應的一個視頻產品出來 這一期就到這裡了,拜拜 如果我們可以增加一些火龍果去打的話 它一個粉色的色調會更加明顯出來 好,今期的這個波波茶製作 到這裡為何會卡機 來,準備